我们先和KK谈谈和黄医药 13号,拿回旧号码 长和其下,股份已经在英美两地上市 主要是做药和保健产品 一半的集资金额是用来推进几个 现在已经是后期临床计划的股份 用来做一些后期临床计划 这只股份入场费是23000元左右 初步孖展反应就不算很热烈 如果基本面分析的话 KK,你觉得这只股份是否值得抽? 其实基本面是值得卖 但未必是值得抽 因为你要看两件事 第一件事,这只股份背后是做什么药的研发 当然,往往医药都存在很多年 就算你在外围上市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一直以来 它的发展都很平稳 但跟我们现在当炒一些药股有点不同 我们炒一些药股 某程度上是炒一些疫苗 突然之间爆炸性的 又或者有一些B类股份 可能它们持续涉签很久 但有一些很近商业化感 例如商业化、研发也有稳定的 但你没有爆炸力 所以这一部分未必说你一定要抽新股 而且你入场费也不便宜 所以你入场费不便宜 你在短期之内可以升多少呢? 因为它已经在英美两边有上市了 这个情况是有些中概股来到香港上市 其实你还是要跟外围的价格做个平衡 如果你比较ADR 其实现在是日价的 所以认购反应真的很一半 既然又贵又一半 上市之后还可以慢慢看的话 其实这个也不需要怎么浪费钱收的了 不如保留其他子弹 选择另外一些IPO股份 是的 Maisen刚刚都问他 他说可不可以冷靠呢? 他说上市后 上市抽还是后 不是冷靠的 他说还是后追 KK刚才也说到 建议你上市之后先去买 先提 先提 第一就是看看股价走势 到时价位是否值得入 以及不用锁定你的资金一段时间 另一种比较热的反应就是 内雪的茶2150 第一天的孖展大概是800多亿左右 超额大概150至160倍 是高端茶饮的第二位 但正在虚钱 去年全年就虚2亿 集资用来扩张网络 KK你觉得这种是否值得抽呢? 还有是否应该是孖展呢? 我觉得这种是值得的 孖展 是的 你可以用孖展博下 因为就这样看款 有点像时代天使 虽然是贵很贵的 亦都在亏损钱 但新股其实基本面 是要看 但同时要看气氛 我觉得这种 如果以品牌的知名度 尤其是内地 你这么出名的话 我想内地的投资者 去打新这种股份 应该很热重 所以你才会见到 那个孖展压或认购是这么厉害的 如果既然是这样的 那你又可以试下筹 当然了 你用孖展要拼的一样东西就是 他们上市的时候 讲究市况的气氛是怎样的 那会不会像时代天使这么夸张 就算你扔几千万下去 中一手都好 你都还可以赚到不少钱 那这个就真的有保留 不过如果你说稳阵一点 当然继续现金 人头策略现金 拼他就就是中的 百分比虽然不高 但你是每个人都人人有份 那你就会安全一点 如果你说我是用开孖展的 我愿意拼的话 其实这一种都可以拼的 那当然前提真的要看着 来近几天 你拼就要拼接 来近几天的大市的气氛是怎样的 如果太差的话 要留意一样东西 你上市的前一天 就是暗盘价 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在暗盘就先吃一壶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抽的话 你选一些有些暗盘交易的那些 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真的想试 如果说花钱先沟 那这可能会出现一个 沟出食壶的洗眼机 就是暗盘时短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分 这个大家要分 比如IPO 你是抽哪家行抽 你是什么时候可以沟 这也是很重要的